我估计要买菜了,家里的蔬菜可能不够了 还有一些调味品也需要买 那要不然我就在网上再网购一点 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也不适合出去买 怕这个感染的几率比较大 美国今天的疫情状况 依然是在增加的态势 所以这个疫情呢 是每天的数字 蹭蹭往上跳 让人害怕 这个实际上美国的现状是怎么样呢 现在有不少的文章在分析 为什么美国疫情 或者现在才有大规模的检测试剂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民众没有口罩 今天也刚刚看到一篇文章 说黑人现在非常担心 如果戴自治的那种围巾 容易被警察或者其他人当作犯罪分子 所以美国现在整个社会呢 问题还是蛮多的 老美现在他们是不是比较紧张了呢 大家还是没有像国内当时的疫情 比较严重的时候那种状态 刚才我们也去街上看了看 购物中心车很多 车街上呢也有一些人在锻炼身体 基本上是不戴口罩的 还有小区的孩子 时不时的会在外面打球啊什么的 大概也都没有戴口罩 现在在休斯顿当趟附近的公园 看到了这个牌子 上面说人和人之间要保持6个feet 6英尺 Valgrin呢是在美国一般比较便利的药店 现在呢这个车还是蛮多的 上个周末呢川普政府已经说了这两周最好不要去这种药店啊 还有这个食品店 但是呢看样子这个车还是蛮多的 看这个情况就是美国的这个疫情控制呢 没有像国内那么严格 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人很看重锻炼身体 在街旁边呀公园里不时看到不少人骑车呀跑步呀散步 现在呢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工作 像我们律所业务还是正常进行 还是有不少客户在打电话咨询 关于其他身份问题呀 还有这个和房东的纠纷啊 以及现在被解聘 这些合法的权益怎么来去争取 就是在小区的走动还是自由的 还是可以走动的 有时候都能碰见在外面玩的孩子呀 碰见一些小动物啊 所以这也是对大家精神上的调剂吧 目前不少华人在积极帮助当地的政府 医院以及应急中心这些部门 捐证救护用品 但是从美国政府包括参议员 中议员以及总统 甚至于是官员的候选人 都有这么一种倾向 也就是说把这个病毒的来源 责备给中国 或者是中国人带来的病毒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华人的处境比较尴尬 现在已经有不少歧视华人 甚至于是伤害华人的事件发生了 从这个周末以来 白宫一直在吹风 鼓励暗示各个州考虑近期复工的问题 据说现在有六个州已经在考虑 在一定的条件下 争取早点复工